明都鲁上文工学礼堂举办幸福校园计划颁发典礼 助学金补助让清寒学子可以安心上学 两个场次超过400位学生受惠 出席幸福校园颁发典礼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 却同样有着渴望上学的梦 艾努哈亚虽然胜衰竭 却没有自爆自弃 反而用功学习让母亲感到欣慰 另外一名学生杰克林父亲往生后 家里失去经济支柱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 因为幸福校园计划让她可以继续完成学业 幸福校园计划减轻清寒学子父母的负担 同时她也承载的是孩子求学梦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纪文林 罗龙辉 李启凡 马来西亚报